Hello,大家好,我是小周 现在是晚上的六点半 刚刚下班回来 准备去菜市场买点菜 前几天去菜市场买猪肉的时候 那个糊肉不是降了一点的吗 不知道现在又没有再便宜一点 走吧,我们去菜市场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成都这边不知道怎么了 这几天温度特别的热啊 每天都是35-36度 现在都已经是下午的快6点钟了 太阳还这么大 真的是热得受不了啊 下午出来买菜的人都好少啊 我们没有看到有什么人下午出来买菜 一般都是上午买好 然后吃一整天 现在我们来到菜市场了 菜市场里面有很多当地的农民在这里卖菜 又新鲜又便宜 我们先进去里面买一点菜吧 先买个苦瓜 这个苦瓜好嫩 再买个土豆 这个土豆也不错 再买点这个豆角 这个豆角也好新鲜 再买点竹笋 这个竹笋也好新鲜 再买点青菜 买好菜了 我们去看一下今天的猪肉多了一斤 哇 今天这个猪肉好便宜啊 23亿斤 比前几天少了好几块呀 走 我们过去买一点 现在买完菜了 买了一点菜 买了一点肉 花了有四十多块钱 市场成都的猪肉今天又降价了 只要23亿斤了 比前几天降了有三四块吧 大公仔又可以大口吃肉了 朋友们 23亿斤的猪肉你们能接受吗 欢迎评论留言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